阿弥陀佛即法界葬身,极乐世界即莲华葬海,见一佛即是见无量佛,生一差即是生无量差,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,即为一切佛所护念,以法身不二故,生佛不二故,能念所念不二故也。 佛在经中说,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无量寿无量光,两者合起来即法界葬身,寿世指的过去现在未来,是时间,光是指的空间,光明变照,时空合起来就是法界,阿弥陀佛就是近虚空变法界,葬世宝藏,无量无边无境的宝藏,这是从理上说,事实上一步例外。 佛有三身,法界葬身即法身,妮婆的应身无处不在,随时随地感应道交,莲花是比喻,一丝毫无感皆无,莲花生在淤泥之中,淤泥比作六道,水比作四圣,莲花开在水面之上,超越十法界,斩镜对称是六凡四圣,斩是六凡,镜是四圣,此对比之净而非纯净。 莲花超越四圣六凡乃是真净,极乐世界为莲花葬海,广淡无边,极法界之意,佛的身土不二,乃真清净。 一切诸佛皆是由法界葬身变现出来的,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岔土也是由莲花葬海变现出来的。 诸佛是能变,诸佛岔土是所变,能变的得到了,所变的还有什么问题? 所以华言说,一级是多,多级是一,这个一是任一,不是专一。 在任意中,诸佛为我们特别介绍阿弥陀佛,由仁义中介绍一个专一。 此有两个理由,一诸佛与阿弥陀佛的缘特别深, 二一切诸佛唯有阿弥陀佛之愿最为广大真切,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,到西方后可以随意分身供养一切佛。 故见一佛即见一切佛。 南谋阿弥陀佛